我们都知道游戏中的植物和僵尸,那是天然的敌对关系。 既然植物对僵尸有各种的控制效果,那么僵尸对于植物又有哪些控制,使其失效呢? 变羊 魔法师能够把植物给变成羊,这之后植物就失去了本质功能,需要干掉魔法师才能恢复。 变青蛙 青蛙这个和变羊同理,不过呢青蛙会跳出场外。 意思就是说,如果青蛙出地图前还没干掉旅屋,那么之后即使干掉了,植物也没法恢复了。 章鱼捆绑 这个同样是对植物的控制,只不过直接干掉章鱼即可。 沉睡魔法 大法师释放能够让植物们沉睡的魔法,解除沉睡的方法就是对其使用咖啡豆,不过还有另一个解拉, 那就是对沉睡植物使用能量豆,就能自然苏醒了。 毒物 调香式的毒物,同样能够让植物们都无法发挥作用了,这也包括各种一次性植物的。 烟雾 防爆警察僵士的烟雾,能够让植物失去行动能力。烟雾中的植物无法使用大招,这一草和巨风甘蓝都可解。 被冰冻,无论是冰封酋长,猎人僵尸,獵牙征服者等等,都能够把植物给冻住。 冻住后的植物就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,无法攻击生产了,能量豆也不能使用,不过把冰融化了就好。 被迷住 是的,别忘了这个,录音机僵尸能够播放音乐把植物给定住了,可惜就是时间太短。 那么你还知道哪些僵尸们的控制手段吗? 谢谢大家